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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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大家好 我是小熊 我們今天要來更新我們的視線報告 那這個系列應該要更新比較頻繁一點 因為實在是有太多羽球線需要更新的 所以我們這系列要趕緊的加快進度 那今天是第幾集 我拍到自己都忘記了 好今天是這個第九集的這個視線報告 那很多人都說小熊都拍這個Yonex跟SUNY的線 對不對我們的視線報告都這兩個人 都說你可不可以拍一些別的品牌的線 那我之所以都在拍Yonex跟SUNY 是因為以前開羽球店的時候這兩條線真的是主流 就是最多客人來穿 我自己開羽球店我最清楚就是 即便我這個是賣二線品牌比較多 但我很清楚就是大部分的客人 大家的消費選擇都是怎麼樣 所以才會以這兩個品牌去做選擇來拍攝 我知道很多人是問能不能拍其他廠商線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這個介紹 就算介紹嘛 這個視線報告 這條就是Rescent的這個S3 那我手邊沒有單包 所以就拿大盤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盤一樣後面會有自爽性能圖 不過這個就把自己看就好了 那這條線呢有在接觸穿線的人應該都知道啊 他代工廠不錯 那這日本製的線 所以這個就給你們想像一下好不好 那這是一條這個0.63 屬於一個非常細的線徑的一條線 那這條線其實出滿久的 我記得好像2017年 2018年就有了吧 非常早期的一條線已經好幾年了 但這條線好像沒什麼知名度了 可能因為大家都打YY或什麼比較多 但我必須說這條呢 是一條非常值得一試的一條好線 那算冷門線嘛 因為這種線呢基本上就是那種 擺在羽球店對不對 你平常沒有人介紹的時候 你不會去消費的一條線 我相信就很現實 就有YY對不對 一整面搶的YY 你應該不會想要看上一條 角落不起眼的Rescent S3 對所以這條線 以前在羽球店的時候呢 非常的這個少人穿 對它是一條需要經過介紹的線 那這條線有幾個蠻尷尬的地方 第一個它的這個成本蠻高的 當然你們是消費者 所以你們可能不明白 但是如果你是個店家 你就會知道 這條線呢它的這個成本 比很多這個 勝利YY線還要來的貴一些 所以呢很多店家可能會 不太願意賣這條線 那我也不太懂為什麼 這個要賣的這麼貴 但是就是這條是一個 不便宜的線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我介紹這條線 雖然是不錯的線 但我還不知道你們 穿不穿得到對吧 那這條線 它雖然貴 然後又可能 你們也比較不好穿到 但是呢它擁有一個非常 我個人覺得這個產品是一個 目前還蠻獨樹一格的存在 目前主流的品牌 YY或勝利 你找不到 就是同樣的這種 產品定位的一條線 那這條線是0.63 那你勝利的0.63呢 就是VVS63這條線嘛 那YY就是這個 XBO63 所以就是同級巨 可能AS 0.61也一起拿一筆好不好 就同級巨像呢 你真是 找不太到 就是跟S3 有這種相同性質的一條線 那好 那是什麼性質呢 第一個呢 它是我目前打過 0.63這個線性裡面 打桿最硬的一條線 這邊打勝利VVS63 軟刀不行 XBO63也沒有這條硬 所以這條呢 是目前0.63裡面 我覺得打桿最硬的 那它不但打桿硬呢 也有0.63這個非常好的彈性 所以我們這個性能圖呢 我就放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條線呢 它就是一個打桿硬 彈性蠻好的 打起來也蠻清脆的一條線 不過它0.63 所以還蠻容易斷的一條線 這個就是你們需要去注意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喜歡這種硬 彈清脆的感覺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知道還有很多人 喜歡打桿硬的線 選擇打桿硬的線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有些人覺得打桿硬對不對 比較飽棒 因為它打桿硬嘛 所以如果放速掉了的話 對不對 也比較因為它打桿硬的關係 你比較不太會感覺出來 突然變成軟 所以這個是我知道 有些人他選擇打桿硬的線 的一個原因 只是我個人 就是覺得 我不會因為想要飽棒 就選擇打桿硬的線 這個就是 這個想法並沒有錯 你知道嗎 也蠻有道理的 但是我不會因為 去飽棒的關係 去選擇一條打桿硬的線 這個我個人是比較不會這麼做 我比較在乎的是這個打桿跟性能 那現在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耗材 所以就時間到了就換一條就行了 所以整體來說呢 我個人覺得這算是一條冷門好線 對 那如果你平常都只打主流品牌 就是YY或勝利啊 你沒有試過其他品牌 這條線呢 我覺得 對不對 值得一試 值得一試的一條好線 它擁有就是勝利YY 它們都沒有的這種屬性 所以 這個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 那當然 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這個看得到打不到 都知道大家很痛苦 所以就大家辛苦一點 那疫情過後呢 不妨可以試試看這條 Redson的S3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視線報告就到這邊啦 你們有沒有打過這條 Redson的S3呢 底下留言你們打過的心得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交流 那下次你還想看我介紹哪一條線呢 底下留言好不好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9點呢 都會開這個穿線直播 對可以穿線給大家看 那記得大家來回YouTube頻道 跟我聊聊天 那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按訂閱 看我未來更多的影片 分享給個按讚 觀眾我最近的消息 我是小翁 下影片見啦 掰掰